第128集 富贵的家在村子最北端 那里有个用木头桩子围起来的牛栏 里面有四头大黄牛 其中有一头已经被人牵了出来 拴在外面的木桩上 旁边是干燥的杂草 生牛娃的母牛就躺在那上面 这头牛肚子还挺大 尾巴根就那么掘着 脖子也伸得老长 看起来它挺痛苦 眼泪不停地流着 时不时还默默叫了两声 舅舅找到富贵之后就问孙二娘在吗 正说着 他家屋子门一开 孙二娘就拿着一把剪刀出来了 说咋了 找我有事 他这一出现 顿时把我们吓了一跳 我悄悄地用蜡烛侧了一下 并未发现孙二娘有妖气 但是在杂草上躺着的母牛 却有一股妖气传了 舅舅因为分辨不清 但觉得这儿有这么多人 也就壮着胆子 说没事没事 而我则赶紧跟童谣们示意 这条老母牛有问题 他们点点头 说明白了 过了一会儿 渐渐地又来了几个村民 这时候富贵就拿出一条麻省跟旁边村民说 一会儿要生的时候 记得用点劲儿 一定得尽快把牛娃拉出来 咱家这头母牛比较怪 之前怀的几滩牛娃生出来就是死了 找了兽医来了 兽医说可能是在里头待得太长给憋死了 所以咱这一次加把劲儿尽快给拉出来 如果生出来的是个母牛 中午晚上饭安全包了 说着富贵就朝牛屁股那边走去了 有东西出来了 当富贵走到牛的屁股后面时 就惊喜地叫了出来 旁边几个人也赶紧过去凑热闹 可片刻功夫 有个人脸色就变了 说那出来的一节东西是牛娃的腿吗 不是吧 咋还有爪子呢 他的话一出大伙一愣 随后仔细一看这才看清 那露出来的那节哪是牛腿 这分明就是一双爪子 看起来那将上猫的爪子弹药大好多 这是咋回事啊 富贵凑上去脸色都变了 他低头看了看 当看清确实是猫爪子之后 赶紧吓得退后两步 老牧牛也伸长了脖子 猫的叫的一声 似乎是在使劲 想赶紧把那怪东西伸出来 而我因为事先已经用蜡烛测试了 所以知道那东西有鬼 再加上这两天频繁见到白猫 心想这八成是只成了精的猫 所以吩咐他们几个小心点 然后也凑了过去 果然当我凑上去看的时候 那白色的猫腿已经出来一大截了 忽然间猫的脑袋就钻了出来 还蒙着一层黏黏的膜 是一只白猫 它伸出舌头之后迅速舔了舔 就将那层膜吃掉 然后圆溜溜的两个眼珠子盯着大家 喵的叫了一声 大家退后 小心 我提醒着大家 最后赶紧掏出墨盒 那猫一见了墨盒立马露出惊恐的神色 扑腾着前爪就想往外面钻 富贵也骂了几句 然后拿出一根棍子狠狠敲了敲猫头一下 这一下猫更是惊慌了 脚伤很凄利 两只爪子不停抓着地面想爬出来 老牧牛也突然猫的一声叫了站了起来 然后转过身 低着头摆出一副准备攻击的架势 大伙赶紧后退几步 要是被这玩意儿顶上一下 那可不是好受的 你这混账东西 还护起犊子来的 知道后腿那是啥吗 是个猫 富贵是又气又羞 在农村 谁家要是出上这么一档子怪事 那是不因以为荣的 而且乡里乡亲们 指不定背地里怎么作件出事 那一家人的